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鐵塔》裏面叫阿俊 我是飾演一個督察 希望可以再更上一層樓 不安於現在位置的一個督察 我裏面的性格是 叫做深思細密 而且是一個偏向成熟的一個角色 那為什麼我有這個性格呢 其實全因為洪姐 她就是我媽媽在裡面 那她基本上好像一個鐵娘子 無時無刻都被很多壓力 要做一個很好 更加聰明 更加優秀的警察 那她今天也說了一些例子 就是一哥在你這個歲數已經在做總督察 你已經落後人的一步了 那她有很多對白裡面 整個劇裡面 都有很多對白去推動我 那除了推動我之外 我還有一個很好關係的弟弟 叫楊明 不過我媽媽 就是洪姐 就不太看好她 那反而我跟她的關係就是 我會鼓勵弟弟 努力一點 因為媽媽不理她 所以我理她 一方面我媽媽就給了很多鼓勵我 另一方面呢 給了很多壓力我 就令到這個角色阿俊 是無時無刻都想發奮圖強 但是可能無來自己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就形成一些很悲慘的結局 我就很鼓勵我弟弟楊明 那每次我媽媽罵她 或者不給她信心的時候 我就是拍拍她 可以的你 不用擔心 努力慢慢來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在裡面 因為我很疼我弟弟 那我覺得 如果我給她的一個構成什麼的改變 就是至少我給她家庭溫暖她 在裡面 楊明姐很好運用對白 她運用對白就是 不會很直接這樣去 去淤落她自己的兒子裡 但是就給了說話給她聽 那是很實實在在 一個現實的生活是這樣 有時候對白上面 紅姐都會做了一些調整 或者感覺 紅姐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她可以 就是那場戲 她很清楚每一個位置 要加上一個什麼的感覺 什麼的關係位 在這個格局裡面產生出來的 她很清楚告訴每一個演員 包括我和楊明 令到那個關係位是很清楚 和觀眾很明白 那麼 紅姐真的很厲害 我記得有一次是 拍我的臉房 我死了 她一來見到我的屍體 就已經在哭了 那個哭聲 足以令到我在這裡 閉上眼 我也想哭 就是她感動到我想哭 但當然那個時刻 我一定要壓制自己 否則那個死屍會哭 都很害怕 紅姐的各方面 是非常全面 由她的聲線 到她的理解 劇集裡面 什麼時候說什麼對白 這個關係 我不會跟她站那麼近 應該跟她站近一點 所有這些動作 她全部都很全面 很好 絕對不用錯過 鐵探